We break worlds for the future 小夏 小红 是小红红 就在前几天 杨超越为网剧 仲夏满天晶所唱的插曲 小红像 突然洗脑了互联网 甚至话题播放量 都达到了2.3亿 而这歌最洗脑的地方 就在于整首歌 居然就只有四个字 各有的网友 刚想要喷唱的啥呀 看到作词人就傻眼了 居然是著名的文学家 雨迅 没错 这首歌的原型 其实是他为 哄七岁儿子睡觉写的 这再被超越妹妹一唱 我大胆的预测一下 下一首幼儿的金曲 就是他啦 小红 小夏 是小红香 小夏 小红 是小香红 小红 小夏 是小红香 小夏 小红 是小红红 还有美国作曲家奥德威 与我国著名音乐家 李淑彤 共同创作的歌曲 宋别 他的歌词就是曲子 李淑彤的同名诗宋别 这首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歌 不仅把会别有人的不舍之情 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且直到现在 也是KTV的弊点曲目之一 而朴树在翻唱次曲时 不但累撒录音棚 甚至表示 如果写出这样的歌 让他当场死都愿意啦 我太喜欢那首歌了 就送别 就是如果那首歌是我写的 我当场死都愿意 请千鱼酒一杯 生生离的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两年前的热播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不仅让赵丽颖冯少峰因此结缘 深情逗人的主题曲 知否知否也被评为当年的年度十大金曲 而这首歌的高潮部分歌词 其实是出自千古第一才女 宋代女次人李清照所作的如梦令 不少网友都表示 这下背书可方便多啦 其实啊 创作灵感来源于古诗词的现代歌曲呢 还有很多 比如谭维维的墨眉 原词就是元代诗人王勉 一首提用自己所画梅花的词 而这种将诗词与歌曲结合起来的方式 对于传统文化的流传也是大有好处呀 而且要是早这么唱诗 我哪能背到兔头呢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邦邦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